Lun Sang 平常健康 Lun Sang コンパ Good morning! 大家早上好!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开始了 来!现在我们要干嘛啦! 就是要为了我的这个小灰龟换水 好了 帮我们洗好了 现在把它拿出去 因为清洁阿姨 清洁阿姨来做清洁 所以我挡着她的路了 清洁阿姨已经打扫干净了 现在我就来喂这些小灰了 小灰也渐渐的长大了 食量也大了现在 所以呢要放多一点 不能像以前那样放一点点 现在最少放四五汤匙 哎呀 开工了开工了 一会儿要出去 泡杯 现在咱们出来 要去另外一间屋子看一下 还有另外一间在装修 我也是想去那边看一下 装修到怎样了 最近都有好几间都在弄 过了年嘛工人回来了 然后他们那边自己去弄 现在要请工人也难啦 因为政府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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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国家给那些我们请外劳的那些 缩小了 所以本来那时候公司还可以请多大概 好几个人现在完全没有了不能呢不能请啊 所以外劳的话我们暂时都都都都要请一些新加坡人先 然后才可以请请一些外国的那些公共有 没办法 我们已经申请了几次几次都驳回了 那时候有申请了呃 有帮那个中国的那边的一个朋友 他们也是想要过来 申请了两次等了好久啊 过年之前都已经申请了都已经弹回来 不行第一次不行我们又写进去又在申请又不行 其实我弄了三次他也是不行 然后马来西亚的呢那边也是一样 申请了两次两个也是不行 然后就是问了一下一些朋友 讲说现在因为我们的那个 国家不够啊 所以没办法要等了要请那些新加坡人 然后再再来试试看 我们每请一个新加坡人要敲过三个月才会有算 是一个人头 所以哎呀麻烦了现在 不只是我们啊 很多人也是一样 也是不够人 今天这间呢是在这里 省市 这些是老房子 大概有四十年的 四十多年的老房子了 我们出来 这边 往这里走 它是在围围的这一间 三房市 好了我们现在 要进去里面 这间呢已经走了那个电线 衣裏还没有弄 这间是一间三房市 组 大概有四十年了 现在他们在走那些店的东西 这本原本是一个房间 它敲掉 到时候应该是会起玻璃 然后这个是主人房 这旧室的主人房就是比较大一点 然后这边厕所 然后这边厕所 它的厕所是 Jack and Jill 我们的英文叫Jack and Jill 是两个门的 哪边都可以进出 所以这边能通到厨房来 看到吗 厨房 这是比较老式的那些三房市 这一个是政府 家的很久以前 以前是没有的 没有这一个小房间的 是政府那时候很像翻新 然后加了多一个小房间在这边 其实看起来还不错 厨房是小了一点 可是没办法 它是那种长方形的 长方形的 这些 这些你看 你看到这些垃圾桶 垃圾槽 这些垃圾槽在里面的话 这些屋子 屋龄最少三四十年以上的 你看到我们的图 哎呀画的图 到时候是这样 这样它已经封死了 这边 它图全部已经在这里 到时候装修好的 这间呢 只是个普通装修 也没有说很大的 大改造 只是有一些墙壁 倒一些墙壁而已 然后 这片墙壁 它们移出来了 以前呢 这边墙壁应该是跟这个平的 我没猜错的话 刚才我看的图 这个应该是平的 然后它为了要更大的空间 这里里面应该是厨柜 然后把它移出去 然后做了一个厨 到时候那个房间的厨柜 会在这边里面 这样显得 这间房间也是比较大间 然后空调的外积在这里 这边外面 这边空调的外积 刚才呢 我看了它的那个图纸了 这边以前是一个干四分里两间 两间 这边两间的 一个是上大号 一个是上那个 这个冲凉的 那边应该没有这个门的 他们把这个门 这边墙壁给敲了 多了一个门 所以他们能从那边进来 就是这样 这边就把这个缩小了 变成一个门 对 我看了那张图 因为那张图纸上面有写 这个 以前就是这样的 两个干四分里 好了 今天的这里呢 店 已经做好了 只是剩下那些灯 到时候的水 已经搞定了 这边的水 这边也是搞定了 搞定了 OK 全部好了 现在只剩下做 地上 油漆 还有补那些有的没有的东西 空调走了 鸡还没上而已 没事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些木工 也是 这边的 这边的 还有其他的木工的东西 还没还没搞定 好了 等到时候他们弄好了 我再从我再来拍多一次给你们看 走了 其实呢 这个地方挺不错的 因为他也是在有一点算是市中心吧 哎呀 等一下 也是算有一点市中心 因为他在 靠近牙龙 啊 也靠近那些 呃 八叶里巴 这边去市中心的话 你驾车的话 大概 十到十五分钟吧 吃的也是不用讲 这边好多 对面有巴沙 楼下有咖啡店 再走出去一点 十分钟 你就是牙龙了嘛 对吗 牙龙一堆东西吃 那你往东边也方便 你往 中心去也是方便 电梯 电梯出来 你看这边就有一间咖啡店 好热闹 然后这边呢 有那些杂货店啊 洗衣店啊 简发店啊 卖那些有的没有的 那边也是有一间咖啡店 我们先走了 那今天他没有 我们的人那些 人没有来 因为跑去另外一间在坐 这边的话 应该是等到 要等到下个星期才会有人 才碰工 回来了 热死了 外面 外面的天气啊 三十二三度 哇好热 也买了饭回来 刚才呢 我们看的那一间 在装修的 那一间 是一个三房式 这整座 整座 整栋楼里面呢 多数都是三房式的 很旧的 已经有大概是 四十二年 大概左右了 大概四十几年的 乌龄 然后呢 这边里面 大多数都是三房式 还有一种是比较大的 两个三房式 打通的 变成一个很像五房 六房的那一种 这边的屋子呢 大概是在六十五平方米 或者七十六平方米 它有两 两款 一个是比较小一点的 一个比较大一点的 还有另外一间更大间的是 大概在一百五十平方米 那个就不一样 那个是我们叫Jumbo 就是两间 它打通成一间 然后就变得很大的 可是那种很少 整座的话 多数都是三房式 都是六十五跟七十六平方米 现在的要价 在大概三十几万 从二十八万到三十五万之间 因为看它的那个角落头啊 还是中间啊 大间啊 小间啊 然后呢 那个一百五十平方米的 那个要价 好像是在六十几万 可是这种屋子你要小心哦 因为它只剩下 大概五十几年 可以用 这一间我们在装修的是 不是说很很大装修 因为是旧屋子嘛 旧屋子很多东西都是要 要重新的重新再拉过啊 新的啊 所以可能会有一点算是 我觉得不是说很贵 OK 大概五 我们这间做到了大概六万块 大概六万块 地下店 水管 油漆 敲墙 全部包吻啊 这些都要大概六万块钱 无惊无险 又到了五点 好了 回家啦 明天见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